Hello大家好,我是黑木爸爸,我们今天来讲维生素B2。 非常感谢大家。 维生素B2,又称维他命B2,维生素G或核黄素,有协助皮肤分化愈合的功能,所以又称之为皮肤的维生素。 属于维生素B群中的一种,是一种水溶性维生素,但在水中溶解较为缓慢,可溶解于氯化钠溶液,较容易溶解在锡的氢氧化钠溶液中,并不具有毒性。 在常温,与酸性溶液中相当稳定,可是容易因为可见光,紫外线照射和碱性物质被破坏,是人体必须的13种维生素之一,并无法在人体自行合成。 必须要透过从饮食中来摄取,现代人的饮食习惯,常有营养不均衡,乳类食品又摄取不足,很容易就会造成维生素B2的缺乏。 使得现代人普遍有,维生素B2,缺乏症,维生素B2,缺乏症,容易引起口脚炎,皮肤炎,眼睛冲血,头晕,疲劳等症状。 维生素B2,是属于水溶性维生素,会经饮食中来获取,再经人体吸收,过量会从尿液中代谢,少部分是精油汗来代谢,能够留存于人体的不多。 较不易有摄取过量的状况,反而是容易有摄取不足的问题。 也因为维生素B2在人体内无法储存,所以必须经由每日的饮食之中补充,因此需要特别关心在每日饮食中,是否吃尽足够的维生素B2,避免缺乏维生素B2,带来健康上的问题。 维生素B2的作用 1. 协助脂肪、糖类、蛋白质转换成热量,与正常代谢 脂肪、糖类和蛋白质转换成热量时,都需要维生素B2来协助分解,与代谢体内过氧化脂肪,避免在血液及肝脏中囤积,也可预防或避免肥胖,与血管硬化、汉文明病等问题,也能增加脂肪的代谢,是有肥胖症与减重的人不可缺少的维生素。 2. 用纸质制造细胞,维持皮肤和黏膜的健康 维生素B2,会运用纸质协助制造细胞,与维持黏膜的修复能力,除了协助新陈代谢旺盛的皮肤、头发和支架生长,也是帮助口腔和喉咙等,黏膜健康的重要营养素,进而避免口腔、舌、唇出现发炎的状况。 3. 协助孩童的成长以及胎儿的发育 维生素B2,可分解脂质产生热量,还能运用脂质制造细胞,以及协助身体制造抗体。 因此,维生素B2,是对成长期时细胞生长旺盛的,孩童与胎儿,重要的营养素。 4. 有助眼睛健康,与减轻眼睛的疲劳 维生素B2,可保护视神经及角膜健康,增进视力,减轻眼睛疲劳,缺乏时,易使眼睛干涩,眼球结膜充血、胃光、发痒、疲劳或是神经炎、角膜炎等症状。 5. 抗氧化 维他命B2,具有抗氧化的作用,与抗氧化的机制相关联,能与细胞中的氧化反应,可维持正常的细胞功能,以及代谢过氧化的脂质,进而预防动脉硬化。 6. 协助铁质的吸收 维生素B2,与铁质有交互的作用,能促进铁质在肠道的吸收,摄取不足,容易影响红血球的生成,增加缺乏铁质,造成贫血的状况。 7. 维生素B2,缺乏的症状 常阴味、酗酒、长期使用抗生素药物,与长期纯素者以及严重营养不良时,较容易发生维生素B2,缺乏的问题。 维生素B2,缺乏,容易造成制造细胞时的原料不足,会影响正常粘膜细胞修复等相关问题,发生在 1. 口腔 症状发生在口腔时,会容易引起结膜炎、口脚炎、口腔溃疡、口腔炎、口唇炎以及舌炎等,也容易发生喉咙痛、咽喉与口腔黏膜水肿等状况。 2. 消化道 症状发生在消化道时,肛门易出现冲血、肿胀、与痔疡等状况。 3. 皮肤 症状发生在皮肤时,会影响皮肤的细胞再生。 眼睛、鼻子、嘴巴四周容易会有止漏性皮肤炎,皮肤也容易溃疡、长痘痘、粗糙、粗糙、以及明显落法、严重甚至有秃头等状况。 4. 眼睛 症状发生在眼睛时,眼睛会较为敏感,易出现胃光、眼睛酸痛、视力模糊、发痒、流泪、角膜冲血、以及容易流泪等状况。 5. 身体 症状发生在身体时,容易有疲劳、疲倦、倦怠感、以及头晕等状况。 5. 孩童或胎儿成长时期,新细胞生长较为旺盛,如果这时维生素B2缺乏,易导致发育不良。 5. 长期缺乏维生素B2,容易诱发癌症 6. 维生素B2 是维生素B群的一部分。 6. 对于人体皮肤和粘膜细胞的发育和再生非常重要。 7. 缺乏维生素B2 会影响细胞的修复,因此容易复发疾病。 7. 所以,摄取足够的维生素B2,是保持健康的重要因素。 8. 长期缺乏维生素B2,会影响皮肤和粘膜细胞的正常再生。 8. 造成创伤后的疤痕不易修复,最终导致皮肤或粘膜形成溃疡。 9. 溃疡可能发生在食道、胃、肠道、女性的子宫颈等不同部位。 9. 长期冲血和肿胀如果不加以治疗,可能会造成肿瘤的形成。 9. 另外,严重缺乏维生素B2,也可能是肿瘤和癌症的原因之一。 9. 维生素B2,是水溶性维生素。 9. 过多的部分都可透过尿液排出人体,除非刻意大量摄取,否则不容易出现过量的问题。 9. 如果维生素B2摄取过量,基本上常见的问题会是尿液颜色偏黄,并不会在体内造成堆积,但医学上也有病例有摄取过量,导致肾小管堵塞影响排尿功能。 9. 也有比利时医师在高剂量实验之中,28名患者有两位有异状,一位有腹泻的情形,以及另一位感觉小变次数变多,但这并不表示摄取高剂量不会有不良影响,仍需要留意自身的摄取量。 人体无法自行制造维生素B2,必须从食物中摄取,在烹调食物时,维生素B2容易因在水中烹煮而分解,与流失。 大多数维生素B2会跟蛋白质结合存在于食物中,即有小肠前段吸收,并储存于肝、皮、肾和心肌等处。 主要的食物来源有 1. 动物型来源 动物型来源有鸡肝、鸡蛋、乳制品、内脏等 2. 植物型来源 植物型来源有 犬骨类、坚果类、以及青椒等 3. 蔬菜类 蔬菜类有 深绿色蔬菜、豆芽、菠菜、海苔、香菇、红枣、金针等 4. 五股杂粮 五股杂粮有 杏仁、黑豆、红豆、绿豆、芝麻、面粉、面包、花生、栗子、坚果类等 6. 鱼背类 鱼背类有 鰻鱼、干贝、田螺、蛤蜊等 7. 其他 其他有 酵母 肝脏是维生素B2最丰富的来源之一 又以肾脏、心脏也都含有相当可观的含量 维生素B2在动物性食品中含量较为丰富 不易溶解淤水且耐热 所以在任何一种烹调方法都较容易吸收 要避免维生素B2在食物中流失 如牛奶装在透明玻璃瓶之中 因避免长时间曝露在光线下 烹煮蔬菜时如果加入小苏打粉 虽然可保持蔬菜翠绿 但却会使维生素B2大量流失 吃素的人更需要摄取足够的颧骨、坚果、豆类及深绿色蔬菜等 含维生素B2的食物 在一些时期 身体需要维生素B2的量会比一般人更多 如怀孕、哺乳期、服用避孕药、较少食用瘦肉 鱼乳制品、长期精神紧张、工作压力大 减肥、节食、患有糖尿病与溃疡 以及长期吃素与长期进行饮食控制等等情况 这时维生素B2需要的量就会比一般人更多 在补充维生素时 可请教医师或专业营养师充分讨论 了解自身健康状况后 以调整最适合自己的摄取量补充 维生素只是平常饮食中的补助 并非正餐 要有正常健康均衡的饮食与运动 才是拥有健康生活的不二法门 在此特别感谢大家 愿意把影片看到最后 非常期待我们下部影片 再次的相遇 字幕提供